至高緩戰隊的中央 大批警力進駐夢時代 點名整隊分工鎮港 韓國瑜選前之夜 千軍萬馬高雄艦 維安更是高規格 不能有任何疏漏 下午防暴小組提前進駐 帶著一黃一黑的針報犬 進行地毯式場地檢查 不管是棚子底下 甚至是垃圾袋 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韓國瑜選前之夜 那麼現在這個地方是在後台 在後台這邊 是已經搭起了這個安檢門 所有的人要進出的時候 必須要把隨身的這個包包 都拿起來 那麼先放在座椅上再檢查 那麼人在進行這個安檢門 安檢門架設在後台出入口 任何人員進出都要嚴密檢查 高規格違安 嚴加戒備 除了安檢門之外 在遠景就會站在安檢門旁邊 手上都有一個金屬探測器 就是要防止人的身上 會帶有一些刀鞋的違禁品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 比起前一晚 九號的凱道百萬人挺函 警政署派出一千兩百名警力 十號的高雄夢時代選前之夜 更是高度緊張 增派警力提升到兩千兩百九十三人 選前之夜最後一場奏勢 保護韓國瑜 還有所有的挺韓支持者 為安 滴水不漏 這個高雄綜合不倒